今天我剛剛已經把這個問題輸出了 所以記得開發人員裡面 我們其實就寫了這個 sab 名稱叫做什麼呢 它叫做conflate edges 它這個名稱如果太隆藏 你如果不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改一下 比如說叫計算年齡好了 這邊名稱可以改 計算年齡 OK 記得哦 sab 後面這個名稱可以改 字太小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這邊可以把字放大 12號字好了 我的習慣字放大一下 就是把後面的那個 本來用英文名稱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 不夠友善 你可以改一下 最後的話其實可以再寫一個清除 那我們如果要把這個資料 就資料清除的話 那你要怎麼寫 其實假設如果你不會寫 其實城市一行嘛 如果你假設你懶得寫 你也可以請那個什麼 請那個這個chartgb幫你 幫你把它寫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在底下寫說 那寫的方法很簡單 開頭都一樣 請幫我寫一個什麼 VBA的sab 程式 有沒有 然後呢清除範圍是哪裡 清除 應該是D2嘛 到D1的120 OK 就這樣就可以了 幫我清除掉 D2到D120 OK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自動幫你寫出來了 那其實理論上就是這個關鍵字 叫Clear Contents 就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清空就可以 那而且它滿聰明的 這次就對了 因為我剛剛好像上面已經有跟它講說 哪一個工作表有沒有 所以它去詞後面的這個刮鬍裡面的名稱 那也正確了 所以我把這個名稱複製 一樣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然後這個名稱也可以改 有沒有它這個叫什麼 Clear Edge Ranch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清除 好 好 清楚 好 這個名稱改了 所以我們有寫了兩個Sub 其實也不是我們寫的 這個是那個 Chartby幫我們寫的 清楚了 然後這個 OK 叫計算年齡 那最後今天的話請各位 今天的作業練習 就是請你再把這個地方 改成兩個按鈕 放在這裡好了 計算年齡跟清楚 還記得吧 開發人員這個有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 有個叫按鈕 點它一下 在這邊拖拉 放開 選這個計算年齡 然後並且把計算年齡這幾個字 複製一下 那意思是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就執行剛剛那個Sub 那Sub的話在這邊叫聚集 反正其實它就換個名稱而已 實際上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按確定 那這個因為剛剛有複製 那個叫計算年齡 所以你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那一樣 再把底下這個按鈕再加一下 再插入一個 不過可能會不同大小 所以我的習慣是直接拿這個按鈕 直接按右鍵複製 把它貼到底下 拿這個來修改 我覺得會比較簡單 而且大小會一模一樣 改的方式一樣 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改成清除 把清除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直接貼到這邊來就OK了 那所以最後的話 就是直接清除 計算年齡 所以今天 這個 作業一 就這個 那待會 這個做完之後呢 請各位再想一下 第二個問題 這個工作表 開課期別 請幫我計算上課人數 那基本上會根據這個 頒及代號 那去計算哪一個工作表呢 其實就計算這個工作表 也就是這個工作表裡面 頒別的部分 有沒有 反正只要是 C04的 就幫我算出來 當然你不要傻傻的自己慢慢算 C01幾個 一個 兩個 有沒有 三個 四個 五個六個 其實有七個 當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算 而是怎麼樣 幫你用什麼動作 那當然你可以用幾個方法 不外付有沒有 用公司 像剛剛一樣 我們用DATIF 第二個 你把它改VBA 改VBA可能更直接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就需要這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上課人數 一個叫清除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自己再延伸 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